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正式開始了 多謝大家來到米樂影音 今天這個演示會 首先要多謝 最重要是DTS公司 沒有它 就沒有這麼棒的電話給大家 另外多謝各人 多謝大家 當然要多謝大家 不是只有我和你在上網 沒有意義的 今天這支碟 我也講了一點故事 這支碟是 整個大中華區 其他我不知 首先是廠家 這支碟 DTS 2017 本來已經推出了很多年 但今年真的特別 很多人想要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它裡面選出來的片段 都不錯之外 就是它第一支是UHD 4K碟 但它裡面也有一支Blu-ray 一支是4K 一支是2K 2K 2K是多一點 4K是少一點 跟電影一樣 你看家長版 就看Blu-ray 你看戲院版 就看4K 你想看4K加長版 下一支才有 接著我們會先播兩段 就是一個介紹 來的 DTS 今天發展到 就已經有3D音效 3D音效 就是已經覆蓋的範圍 可以去到我們一般的AV功放 AVM 個人電腦 手提設備 藍光機 汽車 或者電視機 或者影院 都已經有了 最主要就是用了 這個叫做 3D音效 這個叫做浸沉式的 音效的方案 如果大家看到 有些宣傳片 都可以看到 頭罩 附著的聲音 圍著你 有幾層的聲音 造成立體的音效 而且最主要就是用了 這個 物件導向技術 OBJECT BASE 變成了 每一個聲音 都不是單靠一個喇叭來做出來的 是用幾個喇叭來做一個座標 然後做一個聲軌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他們都說過 喇叭的擺位是怎麼擺 是沒有一個特定的規限的擺位 只要你平均分配的喇叭 或者是兩隻在前面 或者兩隻在後面 或者兩隻在前面 都是可以支援的 因為這個是物件 OBJECT BASE的一個好處 現在現有的DTS系統 你一樣可以用到它 因為它有一個NUTRAL X的功能 就可以將它更新 因為它本身是5.1、7.1 其他多出來的聲度 可不可以用到 當然可以 因為它都有UPMIX的功能 用了NUTRAL X的功能 就可以令到 本來天空聲道沒有聲音 它亦都可以令到有聲音 大家知道DTS6的中文名叫什麼嗎 入景音 非常之 是臨時的臨時 入景處的景 不是風景的景 聲音的音 臨景音 我也不明白 廣東話和國語都不是這樣 但大家明白它的意思 臨場環境的聲音 DTS6的概念 亦都和它衍生了RPX RPX就是DTS6系統 將會電影的格式 就是RPX RICO Premium Experience 希望將來都會陸續 看到更多的RPX的影院 來 好 那 好 來 喇叭摆位方便 基本上大家看到7.1.4 都有些熟悉的 这四个喇叭 当然未必是四同分布 也可以在前墙或后墙的顶 或者可以有两个前墙 两个天花 或者两个在后墙 两个是天花 亦都可以 所以他刚才说 没有一个固定的摆位方法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刚才所说 当你现在喇叭的声音定位 是由不同的喇叭 大家一起定出定位出来 所以喇叭的数目越多 它会做出越精准 这个传统是7.1.4 5.1.4 5.1.2 5.1.2 7.1.2 都是这样的摆位 9.1.2 4.1.3 5.1.3 5.3 5.1.3 5.1.2 5.3 5.1 5.3 5.1 5.1 5.1 Posella Audio 的喇叭很有淵源 Posella 兩位 Founder Mr. Andes 和 Mr. Gerben 2005 年是 DTS 倫敦總部劇院部負責人 當時他們要為了開發一個新的格式 就是今天的 DTS Master Audio 但當時找不到一個家用的喇叭 能夠承受到這麼高的動態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現在的新的格式可以去到96K 24bit 但我們舊的格式 DVD 只去到最高1.5MB 現在我們一條星龜可以去到幾十MB 容量相差非常之遠 一個比喻就是等於 例如你現在聽 MP3 和 WAVE AIFF 這樣比 一個完全沒有壓縮過的檔案 MP3 已經壓縮過 其實以前我們聽過的檔案是壓縮的 為了要能夠表達到這個動態 做到這個效果 他們就自己做了一套喇叭 就是Posella 現在仍然在倫敦DTS總部複疫 亦是我們今天用的P815的前身 所以大家看到的樣子 就和今天我們的P8的合約差不多 今天喇叭的擺位置 有多朋友可能第一次上來 都沒有不清楚 這個喇叭怎麼擺放 喇叭一共用了15.3秒28的聲度 28的聲度是獨立聲度 首先最標準水平的一層 LCR左中右 兩隻側環繞、兩隻後環繞 加上來最基本的7個聲道 今天DTS它是7.1.4 即是我們7隻基本之外 1我們就加到3隻超得音 1隻V18、2隻P18 3隻超得音 跟著天花其實 我們最主要的聲道只有2隻 是LFH、RFH 以及這隻第一排和第五排 Trenoff有一個叫Away的技術 就是我們在球場或一些廣播場 看到喇叭裂震的方法 它可以用這個方法 將喇叭並列 與這個Parallel並列有少許不同 因為它要計算延時和延時 這個牽涉到一個叫Remapping功能 我們基本上水平的7個喇叭 其實你見到左右也有喇叭多出來 左邊向前向後延伸了兩隻 因為牆地比較長 所以就加多兩隻 然後在左右環繞這裡 再加多隻左寬、右寬 後面這兩隻也向左右確充了兩隻 所以加起來就15隻了 15點、3點、10點 就是這樣拼出來的 哇! 酷! 嗯? 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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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分配兩聲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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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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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聲音就靠後面的擴散 前面就要全面吸的 所以做的設計有點不同 兩隻超低音直接放在右下角 我們今天再多了一隻V18 這隻喇叭也得到T-Trix Approved認證 比起家用的Ultra和Ultra 2高很多 Approved就可以去到商業級 去到錄音室、錄音盤等都可以用到 或是試騙房也用到 聲壓最高可以到達100 Festanding 我當作失入場 可以連續承受126分貝 風格可以到達132 P6,側橫用了6隻 接著是P5 P5應該是全世界最小的5.25吋喇叭 用了Waveguard的Compassion Driver 這隻並非球形高音 球形高音有一個極限是105dB 這時候滾降得很厲害 你開到很大聲 它就馬上會拆到某個程度 尤其是在家庭演員來說 為何有很多時候做示範會 前面那個主持人都說 後面聽不聽到啊 因為球形高音要開到很大聲 如果要後面聽到 前面就炒得很緊要 而且球形高音的工作範圍是很闊 可以去到120度 我記得是120度 但是最有效的工作範圍是30度 所以你見到很多球形高音的喇叭 最好的家庭演員 都是對到皇帝位正的 就是最好的 這個講家庭演員 你說有些聽兩聲道的就另外計 因為球形高音的最有效 最有效工作範圍只有30度 但是我們用這個 號角高音的Compassion Driver 它就可以到60度 老實度都是有效工作範圍 而且聲壓 沒有小小的喇叭 可以到107分貝 通常都是Full Standing 可以到107分貝 所以非常之厲害 但是記住 這麼大分貝 不代表是不失真的分貝 你失真了分貝是沒有意思的 就像剛才我們開拍的時候 如果聲音很失真 基本上這麼大聲 大家已經走出去了 OK 超得音 P18 我們有兩隻劑在右下角 今天另一個主角 V18 今次是在香港第一次正式公開示範給大家聽 因為去年就是8月會展展示範的時候 它第一次亮相 接著來到之後 一直都沒有時間搞 而且它那個Driver都沒有搞好 所以還沒有做一個最好的Driver 所以一直未開聲 今天大家可以聽到 只是一個 兩個雙18吋 用V型的擺法 這個V型的擺法 我也問過Andris 一樣是這樣的 兩個18吋 一個雙 為何這個喇叭會厲害這麼多 他說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他計算V型這個數 很多時候 你做得不好 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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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到 如果有很多專業的廣播 這個PA類的喇叭 其實很多設計都用了V型的擺法 可以增加量很多 但是 通常那類的喇叭都是開孔 但這隻仍然是密閉商 連續137個分貝 在50Hz的時候 在50Hz的時候 可以到137個分貝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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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 203, 為何要駕駛 加了這個功能 就是HDR的幅度 它現在是一開就開 一關就關 大佬我開多少才可以 它終於加了進去 今天我們能夠享受到 這麼正有28個星度 就全靠這部來自法國的 Trino Altitude 32 現在這部仍然是唯一一部 可以同時支援三個格式 現在已經可以去到48個星度 外接可以去到48個星度 現在它最高獨立一部機 可以去到32個星度 這一部當然現在是比較貴一些 另外也有個消息 因為1月份的時候 應該是2月份的時候 在荷蘭IC1年發佈了一部16星度 那一部也是價錢相移很多 Trino Altitude 另外一個最大的強項 是業界之中 現在應該都是數一數二 是唯一 我還未見到有機 是用這個軟解碼 所謂軟解碼就是現在我們大部份 買到的功課全部都硬解碼 軟解碼就是把所有解碼格式的功能 寫在DSP然後進行解碼 但CPU軟解碼就是等於我們下載軟件來做 有什麼好處呢? 假設現在三種格式 首先要一個晶片的工廠 做完這顆解碼 收齊所有資料 將它計算全部寫進去 然後才可以做到一部前級出來 這件事其實很複雜 還要牽涉到三間公司都說要做好家會理 等到什麼時候? 還有很多東西要改善 所以現在用硬解碼的機 是它給了你之後 有很少幅度可以 那個Firmware Upgrade 因為它始終裡面可以 比它的內存比較少 如果用軟解碼的話 就可以隨時有更新的格式 都可以用到 就正如好像AORO 已經發表了一個新格式 AORO CX 那個就等於 度比的DD加 等於DTS的HR 是一個比較簡化 是用來廣播用的製作 這個就是它的優勢 變成我買一部機 不用六七年七百年 改朝換代 整部就劈了 只要不斷做軟件更新就可以了 有一個自動調校 另外這套軟件是在2001年開發的 這套軟件是在2001年開發的 因為川路本身其實就不是一間 做AV工況 做這些廠 2001年的時候 是法國一個大學裡面的一個科研項目 就拿分定去開的一個分定項目 每年都要交一些報告 交一些研究結果出來 就繼續拿去找人資助 後來發現 原來它一邊做一邊做 跟道比Auro 和DTS都合作過 很多公司合作過 跟Barco也合作過 最後它發現 原來這套軟件可以賣錢 它才開發做了 這個3DM效的產品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廠家 到今天都追不到它的技術 因為它2001年已經開始研發這件事 而且研發的時候 不是只針對一個家庭影院要用的東西 它這部軟件 基本上是針對很多錄音室而用的 它本身就是做出來的時候 本身是為了錄音室而設計的 大家這裡可以測試 這個整容前 就看到28條線 非常之暖的 全部都搭不了 經過修正之後 很明顯看到全部線都是一支 看到這3條是超低音的 超低音的工作範圍 最多到200左右 所以後面這一節就不需要理它 你看到線性是非常之靚 所以大家聽到的聲音 你不會很明顯 聽到炮獨立響 就看線就可以看到 它已經跟左中右 和Sharone所有的喇叭聲音 已經可以混合在一起 它調完之後 不代表你喜歡的 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 再加自己的喜好 譬如我調完之後 本來是零這一條直線的 我覺得我喜歡的口味比較重 我從大約三十多周開始 我大約增加了它 五個db之內 五個db 四個db 再衰減 令到中低頻度更厚實 這個是自己的口味 DTS公司 剛才說的MDA系統 其實都是由Trino 幫他們一起合作開發 MDA系統 就變成今天的DTS-X Posella的後級 Posella後級 我們用了很多一部 這部後級有一個好處 D-A05和D-A06 雅數不同 它最主要就是 裡面已經切了 不同喇叭的分頻 如果獨立用 這部是一部兩聲度的後級 即可以推兩隻喇叭 但如果像前面 我剛才的815 可以一隻推高音 一隻推低音 一隻推低音 裡面設置電子分頻 在部分內 才直接推低音 談談今天的投影機 今天的投影機 是一部4k投影機 是Asa V9800 如果是计像素,1080p就是200万,4K就是800万 这部机其实跟坊间可以选择的民用DLP投影机都是一样 就是它们只有400万像素的Panel 然后你就会说,它有400万像素? 那就是要做真正的4K就只剩下一半解像度 但又不是,它的做法其实也挺聪明的 就是Panel本身的技术可以做到有3D 就是每秒钟可以打120格 它就会用1秒钟里面的60格打左边画面 另外60格打右边画面 当然用很高速的方法来打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画面16比9 但其实左边和右边都是各自60格 即是说,同一时间 你不会有同一个画面是左右一齐有画面的 即是说,现在基本上是这样 当然它现在慢了几百万倍 它快了很快,你就会看不到 你看到一个画面是同步的 第二就是,因为它有左右两边画面 所以中间应该有条线 对吧? 我试过特地读的 我是找不到那条界 是很难找的 基本上,那个画面 是真正正的做到800万像素 真4K的Resolution 它的流名都有2200 所以理论上 即使今天这个投影膜 是0.95G 那么大,那么大的画面 都是够力的 我自己挺喜欢DLP 因为坊间所有的电影院 数码电影院 九成五以上 都是用DLP的显像技术 DLP的画面密度比较高 而且它的内容 而且它的质感都挺强烈的 所以今天这部投影膜我都很喜欢 希望大家都觉得挺正的 价钱就是46,800元 如果以4K同机新技术来说 它也不算贵 好,就是这么多 最重要是多谢DTS公司 对,多谢DTS公司 就送出每场四张 四张Ultra HD 2017 Demo Disk 我经常都想做一些 舊戏 用今天的系统 第一次的欣赏会 我没公私要人支持 哈哈哈 不过没关系 总共的机会我可以试到 - 换住你的 позition - 换住你的 позition - 换住你的 позition - 保存一下力靠上力靠近 - 保存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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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靠近